9月1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林鄭月娥會見傳媒時指出 《基本法》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 而非全面自治 在行政主導的架構之下 行政、立法、司法機關透過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長楊潤雄早前指出 不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 香港都沒有三權分離 高中同時教育教科輸贏所出更正 這種說法引發社會討論 林鄭月娥對楊潤雄的觀點表示支持和認同 香港是沒有三權分離 所以我是完全支持教育局局長的說法 如果大家要看三權的關係 我會形容 大家當然是各司其職 我也希望可以互相配合 但我也認同是可以互相制衡的 這些互相制衡的例子是比比街市 例如行政機關的決定 可以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林鄭月娥敘指 一些市民對香港限制秩序和政治架構存在誤解 是因為過去的宣傳教育不足 以及部分人士的認知有限或故意誤導去製造矛盾 未來將這本晶圓不亂反正 在這個制度裏面 究竟誰是核心落實中央授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要履行的制度呢 就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架構 而行政主導的核心就是行政長官 很多人往往誤會了行政長官這個位置 只是行政機關的首長 這個是不準確的 我是有商負責 我既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亦都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除了點民眾負責 peng和語言 都不得了 我們要找人的 不得了 可樂 這類生場